为了鼓励各个社区发展协会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 花联市公所透过举办社区评鉴工作 让社区的民众可以集思广益找出属于社区自己的路 花联市111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成绩日前出炉了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和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表现相当优异 双双并列第一名 市长吴嘉贤颁奖表扬也感谢社区干部对于社区发展的用心和努力 花联市111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在3月份举行 经过专业评审评分成绩日前出炉 市长吴嘉贤表示 花联市目前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 这次有10个社区参与评鉴 远比以往有所成长 也希望借由获奖社区经验分享 能够影响到其他社区进而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 那在这次花联市的社区评鉴 我们非常多的一个社区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那特别是民生社区发展协会 跟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也得到优等的部分 那我们其他社区也活得到甲等 那主要在整个社区的财务财政管理的非常完善之外 那也能够延伸出去 不论是在对社区长辈或是幼童的一个关怀 那每个社区都有找出自己的DNA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社区都能够朝不一样的方向来做发展 也能够营造出自己的一个特色跟氛围 那让花联市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特点 那再次谢谢我们这些社区的干部 还有理事长们 还有理长默默的付出 让社区越来越好 今年的社区评鉴成绩并练第一名的是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和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 第三名有两个分别是主权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国威社区发展协会 另外成绩夹等的包括了 北宾社区发展协会 明教社区发展协会 国胜社区发展协会 明德社区发展协会 主学社区发展协会 和国风社区发展协会 评鉴委员也建议 各个社区能够逐步培育新生代人力 让社区的工作推展可以更顺利 借刘明胜华联市报道